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一年以来 广州和越南、泰国、日本等RCEP成员国 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也为多个行业带来利好 在去年,广州对RCEP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超过3500亿元 约占广州外贸进出口总值33.6% 这家在广州从事蚕丝类产品出口的外贸公司 因此注入了新活力 去年亦获得大量订单 加大对RCEP相关国家的出口的扶持 包括从价格上等等各方面 都是优先向这些客户倾斜 两年疫情的下来 需求是确实在2022年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所以国外的客户在2022年 就是有一个报复性的需求 2022年一共出口金额是3286万美金 同比增长是260% 2022年广州民营企业表现出强劲的活力和竞争力 进出口贸易额超过5000亿元 继续穩坐广州外贸主体的第一把交椅 这间跨境电商公司主要是出口内衣到欧美市场 去年因为欧美市场经营环境的问题 他们主动开拓新兴的南海市场 比如说东南亚 比如说拉美的市场 然后通过一些线上的一个渠道和平台 去进行营销 然后去把货 就卖到中端的一个消费者市场那里 在疫情期间的话 海关出台了相关十条的通关支持政策 那在疫情期间的话 基本上实现了五指化的一个线上操作 然后很少有查验 海关部门针对不同的属地企业 不同行业产业的需求 推出个性化服务措施 推进自卫海关建设 推广线上海关应用 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循环畅通 加快企业急需货物通关 提高进出进货物的物流效率 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措施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多个方面 进一步激发外贸市场主体活力 助力外贸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扶持外贸企业保订单 稳预期